嗨!又來到BOSS拉迪賽時間了 今天拉什麼迪賽呢? 今天拉的是智雲 智雲的產品出的速度非常的快 也造成許多的困擾 因為它的產品出的快 因此它的性能各方面都隨時在推陳初心 那來不及吸收的 BOSS就在這邊做個懶人包給大家 讓大家很快的時間能夠知道 穩定器的應用上來講 如何能夠依照它的功能來符合你的需要 好 那我們講到就是說 它前面這三件事的 三件事的 它這次也是蘑菇頭 Joystick 那前面是三件事的 三件事不是Bikini喔 是三個按鍵 那這個之前的版本是三件事的 那現在進化到Smooth C 夾 那夾是另外取的名字 原本它三件事也叫Smooth C Joystick也叫Smooth C 那糟糕了 老是記錯貨怎麼辦 那只能在後面加個編號叫 Plus加 加就是有Joystick 那可以做 橫向的這個Pen的這個控制 那三件事的不能 三件事的橫向是靠身體 好 這是它的差別 那C加呢 C加呢 就是Joystick這種蘑菇頭的 這種可以左右上下後水平 都OK 好 那它跟 Smooth這個 2又有什麼差別 Smooth 2呢 它搭載了法輪功能 那我先把這個Smooth C加做一個完整的介紹 再來介紹360它的差別 Smooth 2又叫360 方便大家記憶 避免又叫錯 好啦 這個地方看著 記得要跟 跟我們的 工作團員要這個三腳架 好 有時候會主動給 有時候會忘記 那沒有給是應該的 有 有 有 買我們這個 C加 沒有三腳架 也可以跟我們講一聲 再補一下 這三腳架 終身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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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腳架 斷了 把屍體 拍張照片回來 再寄一個給你 好 最大的差別 它有纖維 它有纖維 還有咧 它的遙控只能用這一支 這一支 來進行上下控制 那為什麼要用遙控呢 因為我們自拍桿 一旦拉到上面去之後 那麼你會摸不到Joy Stick 那怎麼辦呢 這個給它 插上氣 插上氣 那你就可以 做Up Down的動作 Up Down的動作 那你一定不相信對不對 沒關係 BOSS示範給你看 它真的是可以上下 奇怪 為什麼不相信 不可能不相信 沒有啦 既然要講 就講清楚一點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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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記得 調整這個東西 兩邊屁股一樣大 小孩子才會生得好 生得漂亮 好 如果屁股不一樣大呢 我一邊呢 你如果先出來撩鞋 會撩鞋 腳伸要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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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八大的鳥仔 這裡 要撩好臉筋 撩好臉筋 對了 有些人不懂台語 新住民不懂台語的話 我還是把它那個 因為 BOSS的這個 這個 這個銅號 現在已經 經營到世界各地了 那 之前有出過幾支台語版的 不是很妙 所以現在 乖乖的還是 講 講國語 講國語 好 調平 調平它 那這個呢 這個樣機呢 螺絲上來說 OK 我知道了 好 好 一般來講 我們要 這個鎖上去 好 這個要鎖上去 好 這個要鎖上去 好 鎖上去之後把它 調平 調平怎麼調呢 調成這樣子 好 調成這樣子 平 調平 調平之後呢 它就可以使用了 好 那你如果忘了這個東西 忘了這個叫配重的東西 沒關係 7788也能用 7788也能用 好 它翹起來的時候 慢慢給予一個驚訝的表情 wow 好厲害這樣 沒事 按到啥 按到GoPro去 好 我們把它開相機 那 現在最大的麻煩 大家知道 如果是Sony 它是側按鍵的 你必須在裡面 塞個東西 或者用保護蓋 那個 相機保護蓋把它蓋住 那麼這個按鍵才不會被壓到 因為壓到之後 它會 它會起笑 好 很不容易耶 好 這就是它大致上的情況 好 有沒有看到 好 搖桿 那這搖桿用在什麼地方呢 好 一樣就是拍隔壁阿嬤的時候 對不對 舉高了 舉高了 可是舉得那麼高 角度會不對 好 向上 向下 好 這樣就可以順利拍到了 拍到廟會 施政 你可以舉到二樓高 三樓高 四樓高 你家的事 你就舉高就對了 舉高你就可以利用它 那這條線呢 有無線延伸板 無線延伸板 可以拉 要多長就多長 可以拉 要多長就多長 這個是 Smooth C加的一個 功能與特色 一樣是 按一下 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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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鎖住 鎖住 跟隨 按兩下 歸位 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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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跟隨都已經做到了之後呢 破水瓶就是要在跟隨的時候才能進行控制 拍一些那個浪漫的東西 賽車的東西 運動的東西 還有高衝擊的畫面 都利用這樣破水瓶的方式來進行運鏡 會有不錯的效果 此外 Smooth C原本才有的直拍直播功能呢 在這裡也幫您搭載好了 可以直拍 也可以直拍 也可以直拍 按一下 按一下 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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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直拍 也可以直拍 但直拍要跟我們講喔 不是每一台都有喔 你要跟我們講 你要直拍我們才幫你弄直拍上去 好不好 要跟我們講 我們才幫你弄直拍上去 不然它是只能橫拍 橫拍 好這樣拿 有沒有很熟悉呢 很熟悉 這樣拿 這樣拿 這樣就可以直拍了 適用在不同的地方 好 這個版本呢 齁 7,980 這個版本7,980 配了兩個電池 配了一個行動電源用充電器 你也可以插電腦 配一個砝碼 比較大的要鎖上去 比較小的呢 不用鎖 還有一個數據線 數據線 好 這一台呢 將來你買了之後 這一台 這一台 跟這一台其實都行 你將來買了之後 你要升級成為單 再跟我們講 換掉三顆馬達 寫參數進去 再來 你如果說 你覺得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齁 這樣子 跟這樣子 你要弄得更軟Q也跟我們講 我們可以把你的 把程式寫得更軟Q給你 這大致上是它的一個差別 它的一個特性介紹 那它也提供一個功能就是說 拍著拍著會斜掉 或者是在全鎖定的模式狀態下 全鎖定的模式狀態下 它跟老公一樣會偷跑 如果跟老公一樣會偷跑 那沒有關係 跟我們講一聲 我們會寄那個叫做 校正給你 那個校正就是說 平常記錄用不到 如果要校正再告訴我們 機會不大 那遇到的時候 就是可以用按鈕下去 去進行六面積校正 校正完之後 你不管怎麼樣 它都不會歪斜掉 那你如果遇到歪斜掉 很簡單 一二 譬如說它斜這邊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 那你把它弄正 弄正 再按一下 它就恢復正常了 這是告訴大家 歪斜的簡陰處理方式 總共有三種 一種是用按兩下 自己決定歪斜的程度 好 決定好了之後 你就直接拍了 或者選擇別的模式去拍 那另外一個歪斜方式是 插這裡 這裡插進去 然後下載智云的那個 tools 然後進行六面體校正 第三個 依照說明書可以離線校正 進行六面體校正 這三個校正完畢之後 基本上你怎麼拍 它就會保持水平 好 這叫做改鞋規正大法 好 這是Smooth C它的配置 那Smooth C一樣擁有一個功能 欸 GoPro前置回來了沒有 沒有 好沒關係 GoPro版 GoPro版 你只把GoPro靠上去 用橡皮筋綁 千萬不要用螺絲 浪費你的生命 因為要一直換電池 GoPro要一直換電池 好危 困擾 那沒有關係 我們把它鎖上去之後 就這麼樣子 來啦 好 這樣就可以了 GoPro就靠上去 你可以靠那個方向 也可以靠這個方向 看你要靠哪個方向都行 再來咧 Action Cam Action Cam的部分 就更簡單了 Action Cam的部分 就這麼樣子 來一下 那把Action Cam像這樣子 像這樣 Action Cam這樣子 好 然後鏡頭像 鏡頭像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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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已經綁一綁 Action Cam就可以用了 小椅可以用 Action Cam可以用 GoPro 3456 都可以用 那麼還有什麼可以用呢 只要是方塊型的 或者體積大小的 小型相機 都可以用 以上就是 Smooth C的一個特色 再來我們再來看 Smooth 2 Smooth 360的部分 好 關機很簡單 它現在亮 持續按著 這裡這個 Joystick摸骨頭 按著它就啟動了 它就起來了 它就起來了 那這是解除馬達的電力 這是關閉電源 記得收回去的時候 一定要這麼做 這裡 電池 一定要取出來 收回去 為什麼呢 曾經發生過 包包裡開機的狀況 避免包包裡開機 這是其中一個部分 好 接下來講的是 Smooth 2 Smooth 2 也就是我們這邊講 Smooth 360 給它的另外一個稱號 誰說名字不能再取呢 它明明就是360度 我們為什麼不能給它一個 比較清楚好記的名字呢 Smooth 2搭載了什麼呢 一條數據線 跟一個主機 跟一個主機 那麼跟一個這個 這個是送的 跟一顆電池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這個是Option購買 這Option購買 那這Option購買 這個是Option購買 但這個會送 這個會送 好 差別差在哪裡 跟大家解釋 它搭載了一顆 工作五六個小時的 大電池 18650 比較大顆 動比較久 Smooth C加 用了兩顆 18350小電池 同樣的 下面擁有四分之一孔 可以鎖掉臂 可以鎖攝影車 攝影車 攝影滑車 鎖三角架 鎖自拍桿 都行 同樣也可以用它控制 也可以用這個來轉接GoPro 可以用這個來控制上下 那用這個呢 就不一樣了 可以控制上下左右 OK 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我們把它裝載上去 裝載上去之後呢 就變成這個樣子 可以站立 好 那這個 這個位置的重要性在哪裡 每一支穩定器 其實都要裝這個 因為一旦你用上了GoPro之後 或者小螞蟻 都要用一個監看台 在這邊 手機監看 好 那其實這個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現在的人喜歡追劇 喜歡追劇 你看大陸劇 韓劇 什麼劇 日劇 加國劇 什麼劇都能看 愛什麼看就怎麼看 那看著看著就是說 有些人追劇追得兇老 兇漢啊 多兇漢啊 沒劇會他會死啊 非看不可 那怎麼辦呢 這一支手機拿來拍照 這一支拿來追劇 懂了吧 別這樣幹 傻子才這樣做 千萬不要 他不是這個意思的 好 啟動 你要假裝嚇一跳 他翹起來你要嚇一跳 對他表示尊重 怎麼弄呢 這一支在進行直播 當他直播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監看嘛 你沒辦法監看嘛 你沒辦法監看嘛 好 他在直播啦 你沒辦法監看 這個時候 看你直播在Facebook 你這支手機 跟人家借一下 來開Facebook 看他直播的狀況 這叫回播 還有叫互動台 監播台 互動台都在這裡 同時這裡擁有的功能 包括 除了直播 監看 還可以放一個行動電源在這裡 給他充電用 給手機充電用 也可以兩條線 一條充這裡 一條充這裡 也可以 任何一個穩定器 都可以加裝這個東西 好 這叫C ABCD的C C款手機架 專門給穩定器他們用的 好 裝了這個之後 進行減看作業 進行減看作業 那他這裡最大的 最大的優勢在於 他可以做 一樣三個模式 按一下A 按一下B 按兩下C 總共是三個模式 他多了一個功能 叫做 123 看這邊 123 1234 1234 123 為什麼123呢 看好 拍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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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掉了 亂掉了 沒關係 123 他就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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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沒事情 234 沒事情 這兩三是沒事情 一定要按三下才有事 123 回正 他是回正 好 那除此之外 我們另外的功能按兩下 一樣是破水平 調水平之用 調水平之用 那一樣搭載了什麼東西呢 直播功能 直直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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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直拍的功能 直直拍 那角度有點怪對不對 沒有關係 角度有點怪 我們來看看 好 好 因為剛剛位置把它弄到亂掉了 按三下讓它規正 規正之後 你就可以直直拍了 直直拍 好 直直的拍 你也可以這樣握 你也可以這樣握 比較舒服 這樣握比較舒服 好 直直拍 你也可以直直拍 好 這樣握比較舒服 你也可以像吹箱一樣橫著握 看個人喜好 好 看個人的習慣 都可以 好 這樣子講到這邊了 大致上已經清楚了 再來就是遙控功能 看一下 按下去 好 遙控 這樣子你就可以幹嘛 把它吊在高高的地方 進行遙臂拍攝 進行遙臂拍攝 好 為了各位的幸福美滿 你可以把它當法輪 右轉健康左轉財 右轉七七四十九下 唱送 O money baby home 把所有錢到我家 O money baby home 唱送七七四十九下 好 那麼你就事業順利啦 身體健康 右邊唱完四十九次 左邊再唱四十九次 好 完完可以啦 你喜歡 這個念真言也不錯 反正多年無海 多年無海 多年無海 好 以上就是 Smos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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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智雲,先打智雲CAMARA就好了 好,選擇藍芽 藍芽它就會跳出來 那跳不出來就是它被人家給撈走了 你把它關掉 它被人家撈走了 那麼你要把它撈回來 撈回來呢,你必須要先去開一個東西 叫做你的藍芽要打開 藍芽打開 OK,藍芽不開我 藍芽不開我來開 藍芽不開,藍芽不開我來開 藍芽開,藍芽開 藍芽真的打開了 藍芽開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智雲交出來 智雲CAMARA交出來之後呢 藍芽把它接通 來了齁 看到SMOS這個每一台都有自己的編號 都有自己的編號 好,連上,正在連線 它馬上連接啦 看到沒有 秒連,OK 秒連 好,按一下 好,按一下 它就會告訴你狀態 再按一下 鎖定 再按一下 跟隨 按兩下 全跟隨 好,厲害 按的時候它就馬上跳狀態到你的螢幕上面去 來這邊看齁 論件 拍照 因為什麼,現在在拍照模式 拍照 你就不用這樣吐它了 你這樣吐它 它會剷一下 不舒服嘛 對不對齁 再來 這裡有個鈕 這個邊邊有個鈕 往上一推 反向 再往上,用力推不要放 反向 等於說你可以兩個畫面同時拍 也就是說 你拍著拍著 一下拍那邊 講講畫面 一下拍自己 做一下旁白介紹 再來 往下一推 這裡往下一推 變成錄影鍵 按錄影 變錄影喔 看喔 輪映看到沒有 它可以輪映嗎 我的媽呀 簡直就是一台攝影機了 要來輪喔 錄影中 錄影輪映 那我們來看看 還有正反拍呢 是不行的 它輪映你只要用力推到 不要放 那麼它就會形成 那種比較滑順的影輪映 有沒有看到 像攝影機的輪映 鼓勵啊鼓勵 不是每一台機器都那麼順 因為它是Apple做的輪映 所以有的非常的順 有的好的機子 它很順的進去 很順的出來 好 可以輪輪啊 好 可以這個 好 再來它最強項的來了 它最強項的來了 它最強項的來了 驚天地氣鬼神之 人臉追蹤系統 多麼驚訝呢 好 按 先拍找完自己 好 我們進入追隨狀態 人臉跟隨 人像跟蹤 好 開啟人像跟蹤 好 我看到 好 開啟人像跟蹤 要先做一件事情 先把它改成鎖定 先改成鎖定 好 改成鎖定 好 我先按兩下 把水平做對 好 鎖定 水平先做對之後 按兩下 好 先記得一個程序 我再講一次 你要在做這個跟隨之前 你先把跟隨叫出來 好 人臉追蹤 先關閉人臉追蹤 我們先按兩下 按兩下 這邊 兩下 兩下 那我們把水平調對 水平很簡單 你最好是能夠 開個九宮格 然後去找直線部分去對齊 就可以了 好 好了之後咧 再把它切鎖定 鎖定 看到好鎖定 好 鎖定好之後咧 我們接下來就要玩一個東西 叫做 驚天地氣鬼神之 人臉追蹤 他就開始追了 好 走走看 那這邊要補充一點 不要在公墓的地方用 嘿嘿 我 我曾經 我真的曾經 我真的曾經 不是看 我在公墓一個人 一個人在公墓 然後咧 就一個人在公墓正常講咧 他就跟著我對不對 可是我就像這樣拍著拍著 停下來 四處都沒有人 結果這隻相機自己在那邊跟來跟去 我也不知道他在跟誰 後來咧 嚇到了 因為也傍晚時分了 嚇到了 那我怎麼辦咧 趕快收一收跑了 一個人的時候用這個東西怪不來的 哈哈 在家裡也是一樣 你不要 如果你一個人住 他跟你跟得很開心 明明就是你一個人 突然間他這樣跟到別的地方去了 不要想太多 那只是APP的失誤 沒有那麼恐怖 跟大家開個小玩笑 他如果能夠跟那個東西 那就真的有趣了 跟那個東西就有趣了 好 這個東西呢 有人號稱他們是全世界第一 可是智雲很早就做出來了 比 不會輸給其他家 不會輸給其他家 好 人臉 跟蹤 還蠻不賴的 好這是他的強項 好 我們把人臉跟蹤給關掉 人臉跟蹤關掉 按 按下 回到正確的位置 就這麼簡單 好 那如果你在玩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一點就是說 拍著拍著 你會覺得不到位 什麼叫不到位呢 就是他顏色啦 色彩各方面不到位 你可以拿一個這個東西 叫我停你 登 插在這邊 好 他有一個那個 就 那個耳機孔 插進去 可以自由調角度 多亮 爆亮 猛亮 超級亮 超級亮 好 那麼這麼亮的東西呢 好 可以幫助大家 拍攝上 旅遊 你可以插在這裡 那我的建議都是黏在這邊 我的建議會用魔鬼章 黏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是測試過 光線的效果最好 比較順 比較順 比較順的 好 好 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增加你的腳架穩定度 那你覺得這個太能Q 沒關係 花錢就有 要多大隻就有多大隻 可以幫你下面做根的一樣大隻 跟小動物毛小孩一樣大隻 那這是最小隻的版本 以上這樣的一個搭配呢 來完成整個 穩定器的一個架構 那就是 Smooth 2 Smooth 360 它的最大的一個特色跟差異 多了這個App功能 還有多了360度法輪功能 還有多了這個遙控器的遙控功能 還多了一個東西呢 叫做直直拍的功能 當然直直拍的功能已經被我們擴展到 所有的舊機型都可以用了 Smooth的舊機型也都可以幫你改成直直拍的功能 好 以上 Smooth的這個 C加跟Smooth 360的差異 在這邊跟大家講解完畢 好謝謝大家 謝謝